你有什么主意 在无法得知他们会对哪个先宗出手前 我什么主意也没有 凤九看向老者 眼下你可以先回宗门 若是真有个什么事的话 多一个人守护也能多一份安全 既然这样 那老头我就先回去 到时候有什么动静再联系吧 老头也不在此多留 替我跟那木头说一声 老头说先走了 用这个传音老头可知道 他丢出一块玉牌给凤九 路上小心 你还担心有人会在路上埋伏老头不成 就算有 该小心的也是其他人 我走了 他遇着剑便往空中飞 断夜几人都被换回宗门了 凤九视线看向冷华杜凡两人 他们警传来消息 说本是往天丹楼这里来的 只是在半路上收到宗门召唤 所以都赶回去了 不仅是他们 如今四大先宗都将宗门外的弟子召唤回去 准备迎战 杜凡看向凤九 而且这魔族的事情已传开 外面各处势力也都紧张起来 这两天咱们天丹楼的丹药生意也越发火爆 不少人前来求要 如今库存已经不多了 让丹房的人其他事情不用管 丹药依旧照炼 另外加强天丹楼的戒备 至于其他的事 暂且不去管 是 冷华杜凡相视一眼 退回一旁站着 他的目光落在八名凤卫队长身上 你们传令下去 让各地凤卫注意着魔族的动静 切记 潜伏着 不要妄动 是 灰狼和影衣两个人 似乎我已经许久没有见到了 他们还管着炎殿的事 没回灵府 他们两人一直在炎殿 因炎主不在 很多事情都要他们处理 前些天得知主子回来的消息 他们说将手头的事情处理好 就回来见主子 凤九点点头 挥手示意他们退下 众人行了一礼 这才退了下去 偌大的院子 就只剩下凤九和墨尘两人 以及守在院外的冷霜 其实我有件事 也要跟你说一下 墨尘看着他 什么事 我也接到师父的传信 让我回去一趟 可能明天就得走 我会尽快赶回来 助你一臂之力 去吧 这里你不用担心 两人在院中坐着聊了一会儿 墨尘便起身离开了 在他们都离开以后 凤九也着手部署 接下来的事 我可以说了你 我可以说了一会儿 没有人 你这么过来的事